巷弄內大吵大鬧 鄰居兇狠互相對峙 黑男擺出揮拳姿勢防備 沒想到對方失去理智 手拿剪刀暴力揮舞 旁邊家人勸說制止都沒用 揭緊貨包到場 見雙方情緒仍就激動 立刻擋在中間奪下刀子 救護人員也趕緊替男子 包紮傷口消毒止血 只是為何對方要拿刀傷人 說話在新北中和大致 接夜十四號深夜十一點多 原來賴新男子長期喝酒發出噪音 疑似不滿遭張姓鄰居檢舉 雙方理論時爆發口叫 家門外互罵髒話暴力推擠 賴新男子一氣之下 拿剪刀劃傷張姓鄰居 當場血見街頭 雙方互相提出傷害告訴 本分局依傷害罪受禮 必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好在男子傷失輕微 送以後沒有大礙 只是鄰居鬧到反目成仇 這回還拿剪刀攻擊 也讓附近住戶人性惶惶 這位楊軒陳光榮新北報導 就在康獨不奉 我ggi lobiver了 我們不是在康盤 如果有此誤發生的